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十几年表现得淋漓尽致 林子徐到广东禁烟 第一次脚烟斗争就取得了胜利 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 我们详细讲了脚烟的过程 一共收缴鸦片一万九千余箱 寄中两百多万斤 他本想将缴获的鸦片运回北京 让皇帝亲自处理 但道光皇帝表示长途运输消耗名利 下令他就在当地销毁 那接下来就是大家熟悉的虎门硝烟了 其实在销毁鸦片之前 林子徐曾广为征询销毁鸦片的最佳办法 之前他在湖广金烟的时候 就曾经把收缴上来的鸦片 浇上铜油 然后用火烧毁 但林子徐很快发现 这并不是一个好的方式 因为焚烧时 必然有一些油脂残渣 渗入到这个土地当中 有人在之后竟然去掘地取土 然后再从土里提炼出毒品 跟我们现在的这个地沟油的操作有些类似 所以林子徐觉得不能再用烧毁的方式 最后他决定采取进化的办法 就是在水中洒入盐 将鸦片浸泡几个小时 然后再投入石灰搅拌 利用化学反应来销毁鸦片 这个在当时是最快速有效 也最适合大规模销毁鸦片的方式了 虎门海口位于广州东南一百多里 林子徐在这里的海滩上 挖了两个大池子 池子前边有寒洞通海 打开寒洞就可以把销毁的鸦片渣墨排放到海里 寒洞后面有水沟 可以引水进来把池子冲洗干净 硝烟这一天 虎门海滩上挤满了前来观看的百姓 林子徐首先祭告了海神 请海神原谅他将这些不洁之物排入大海 之后一声令下就把石灰倒入了已经在池内净化了半天的一百七十箱鸦片当中 一时之间池子上烟雾腾天 观看的观众呼声鼎沸 一池鸦片销毁之后就再倒入一池 整个硝烟就这样持续了三个星期之久 而林泽徐则坚持每天亲自到场监督 保证硝烟的有需进行 虎门硝烟是近代中国禁烟运动的巅峰 也是林泽徐的人生巅峰 当道光皇帝批阅完林泽徐硝烟的作报时 也是欣喜万分 当即批复可称大快人心事 为了表示对林泽徐工作的支持 他下令林泽徐时任梁广总督 就是让他稳定的继续留在梁广处理禁烟事宜 并做好地方的安定工作 道光虽然是个缺乏政治远见的皇帝 但他也感到随着鸦片被销毁 利益被截断 英国人可能不会就此善罢甘休 因此命令林泽徐要注意整顿水尸 做好预防工作 但是他并没有真正预计到 英国会大举派兵侵华 实际上就在英国驻华商务监督查理易律 表示由他负责交出鸦片的时候 林泽徐就掉入了英国人的陷阱 本来根据当时清朝的规定 来广州的外国商人只许与清朝政府指定的13行航商做交易 而不许另觅别的合作伙伴 也不得与清朝的官员打交道 一切需要向官方说明的事情 都由航商代为禀告 那清朝制定这种规则的目的在于 第一可以切断外国人与普通中国人的联系 以防反对清朝统治的百姓 特别是汉人理通外国 第二可以保持天朝官员的颜面 让他们免于与蛮夷来接触 那这种垄断性的贸易优惠政策 使广州13号航商大发起财 成为当时中国最富有的一族 但是根据清朝的规定 航商们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 每一个外国商人 只有航商对他们的货物和品行 进行过担保之后 才可以获得红牌 进入广州进行贸易 一旦出现洋商逃税 或者在中国有不法行为 那清政府也为航商试问 道光以来 航商们为每一艘入口的外国商船 都出具了绝无走私鸦片的担保 这个显然是糊弄官府的这个鬼话 因此我们前面讲过 林泽旭在刚到广州的时候 是让航商转告洋商 让他们交出鸦片 这个就是遵循了清朝官员 与外国人打交道的惯例 但是外国商人 早就习惯了中国官员 雷声大 雨点小的恫吓 这个根本无动于衷 林泽旭无奈 只能拿航商问罪 说即将把一两个航商开刀问斩 这样才使得洋商同意交出了最初的那一千多项鸦片 林泽旭又采取进一步行动 封锁了商馆 断绝了贸易 英国驻华商务监督 毅律才答应由他负责交出所有的鸦片 当时毅律的介入 无疑是所有洋商的福音 等于是英国政府出面来解决这个问题了 而英国政府无疑是会保证英国商人的利益 于是商人们纷纷交出了手中的鸦片 以至于有些商人还将在路上 没有运到的鸦片数量也报了上去 不仅英国商人 其他国家的商人也把自己的鸦片交给了毅律 就是希望能够把自己的小账户挂在大账户上 沾点光 所以当林则徐接到毅律表示 愿意交出鸦片的这个饼贴时 他可能是松了一口气 但其实他掉进了英国人的陷阱 此后他要面对的就不是13行的商人 也不是各国的洋商 而是直接面对了英国政府 那毅律在交出鸦片的同时 还不停地写信给英国外相 呼吁武力报复 并且提出了十分具体的清华计划和战胜之后的勒索要求 1840年也就是道光20年6月 英国的军舰封锁珠江口 进攻广州 中英对战 虽然林则徐没有直接向皇帝报告打了败仗 但是他在奏折中还是委婉地表示 面对英国的军舰 大清水师无法制胜 不如以守为战 以翼代劳 百无一师也 同时林则徐还改变了战术 在虎门派重兵布防 并且在内河演练水师 在沿岸设置炮台 如果英国军舰进入内河 就可以水陆夹击 让英国军舰处于不利的境地 从我们现在的视角来看 林则徐的预防的做法是对的 毕竟中英双方的武器实力相差比较远 有学者总结这种差距是 英军已处于初步发展的火器时代 而清军仍处于冷热兵器混用的时代 中国的土炮木船 与英国的船间炮利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所以海上战争确实很难取胜 但是英军并没有进入内河 而是沿海岸北上 于7月5日攻占了定海 8月9日抵达天津大沽口 直接威胁北京 这样大臣中的一些人 立即发起了对林则徐的攻击 说是他禁烟过击 断绝了贸易 以致发生了这样的激变 还说洋人不是来打仗的 只是来诉冤的 道光皇帝很快就相信了 齐善穆章阿等人的话 把这一场激变的责任 开始往林则徐身上推 他在诏书中责备林则徐 事情处理的不够妥当 道光皇帝简单的认为 只要处理了林则徐 这场战争可能就会平息 他命令齐善 作为钦差大臣 前去与英军和谈 而英国人也表示愿意接受和谈 这就让道光帝进一步确信 这场战争就是林则徐的问题 在此期间 林则徐也曾两次上奏 慷慨陈述了 经验运动的合理性和正义性 但这个时候的道光 对林则徐的态度 和之前已经截然不同 在林则徐奏折上的批示 都是无理可恶 一派胡言 9月29日 道光帝下旨 隔去林则徐的职务 交部严加益处 来京听候不一 但一个月之后 林则徐就又接到立部的文件 通知他暂留广州 等待新任钦差大臣齐善 前去审问和处理 到1841年5月 林则徐就又接到圣旨 降为四品清闲 素负浙江镇海听候预旨 看来道光帝对于 到底该怎么处置林则徐 心里也没个定数 招令西改已经成了这位皇帝的习惯 从总督大元 一下降为四品官 这个处罚已经不小 但这个还远远不是林则徐的人生低谷 齐善到达广东以后 和英国人展开谈判 但他很快发现 摆在自己面前的也只有死路一条 英国提出 要开放广州等五口通商 在通商口岸派驻官员 中英官员要平等交往 要中国割让岛屿 赔偿焚毁的鸦片 赔偿军费等等十几条 而道光皇帝给其善的底线只有 第一肯定是可以承办林则徐 第二可以恢复广州一口通商 第三可以部分赔偿焚毁的鸦片 第四中英官员双方往来只能用赵汇的形式 所谓赵汇是国家间外交往来的一种文书 用作交涉的时候表明立场和态度 或者通知事项等 也就是说中英官员之间还是只能书信往来 最好不要直接接触 而齐善也明白 他的任务是必须把和谈给谈成了 不能让英军再威胁到北京 所以最终只能答应了英国人的条件 以至于后来一直有人说齐善卖国 说他是接受了英国人的贿赂 才答应这样丧权辱国的条约 而当齐善把英国人的条件奏报给道光皇帝的时候 这个皇帝才看清楚英国人的野心原来是如此之大 作为大清皇帝怎么能答应这么屈辱的条款 于是立即处分了齐善 撕毁了合约 决定又和林则徐站在同一个立场上 打吧 随后道光帝任命义山为靖立将军来对抗英军 但是义山也很快打了败仗 为了给自己开脱罪责 义山只好编造说 英方其实是愿意议和的 之前的条件苛刻主要是由于他们恨之入骨的林则徐还没有受到严惩 始终看不清局势的道光皇帝再次相信了义山的话又求和心切 下旨隔去林则徐的四品清贤 从众发往新疆伊犁效力赎罪 就这样 一心想着中军报国 为皇帝分忧的林则徐 由最受宠爱的道光朝明臣 变成了一名罪人 踏上了前往伊犁的树土 在路过扬州时林则徐又接到御址 河南有河流绝口了 要他先去开封治理水患 治河是林则徐的老本行 他接旨之后立即奔赴开封 在工地上日夜奔波 都帅民工调土筑坝 经过六个月的艰苦努力 终于把水患给解决了 但就在河宫河隆之日 道光帝的御址也同时下达 林则徐于河隆之后 浊仍往伊犁 这个时候的林则徐 一定是非常心寒吧 但他也只能继续踏上西行之路 途中林则徐曾因病 在西安停留了三个月 夫人也是在这个时候 不远万里前来送行 林则徐就在这个时候 写下了苟立国家生死乙 岂因祸福必屈之的这个名句 然后告别夫人 有两个儿子陪同 继续向伊犁行进 林则徐在新疆待了三年多 在这里 他不仅看到了沙俄的勃勃野心 还目睹了边疆的荒凉景象 林则徐认为要充实边防和改善边疆人民生活 最好的办法就是屯田被边 他向毅力将军布燕泰提出了开垦荒地的要求 那布燕泰也采纳了这一建议 从道光23年秋天开始 林则徐就以他衰老的病区 不辞劳苦当起了渔工 带领民工挑蛙杀石建筑堤坝开垦荒地 这是一项极为艰巨而繁重的工程 林则徐先是耗时一年零四个月 用工十万余 修成了一条六里长的主干大水渠 那水渠修成之后 就为啃荒创造了非常有力的条件 屯田也受到了显著的效果 到1844年11月 林则徐已经开啃荒地近二十万亩 伊丽将军布燕泰被他的行为所打动 多次给道光帝上奏 说林则徐啃荒功劳捉住 请求宽勉他的罪名 像这样能干 肯干的大臣应该重新启用 道光皇帝起初对这些奏折都不予理睬 直到道光25年 他才终于允许林则徐回京 以四品金堂后部 就这样61岁的林则徐 至此终于摘掉了最诚的帽子 此后他也历任过陕甘总督 陕西巡抚 云贵总督等职 但是由于常年的辛苦劳作 他的身体和精神都不大行了 到道光三十年春 林则徐就因病辞官告老还乡 但是就在这一年年底 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了 朝廷缺乏能干的将才 劲绞太平军 就又想起了老迈的林则徐 再次任命他为钦差大臣 让他赶赴广西都办军务 林则徐不得不再次启程 但是在复任途中就抱足于广东潮州 终年65岁 死后见赠太子太父 次世文忠 文忠这个嗜好一般是授予对朝廷忠心耿耿 而且有作为的忠臣 林则徐的确配得上这一嗜好 当然作为一个文官 第一等的嗜好应该是文正 这也是天下文人都梦寐以求的这个嗜好 清朝或是文正的只有八个人 包括大家熟悉的汤斌 刘统勋 曾国藩等 文中在清代基本算是第二等的嗜好 除林则徐之外 大家熟悉的索尼 李鸿章等人也都嗜好文中 足见林则徐在当时朝中的地位 其实早在林则徐去世的这一年年初 道光皇帝也驾崩了 享年69岁 两人在同一年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不同的是林则徐因力主静焉而成为民族英雄 名传后世 道光帝则因为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南京条约的签订 而被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所有的内忧外患两人都已无力顾及 只能留给继任者去接受这个烂摊子了 通过三集的对林则徐的讲述 大家也可以感受到 其实林则徐的一生是传统世人的一个典型缩影 他们从小立志求学 几度科举不低 终于金榜提名而改变了自己和家族的命运 在官人上踏实苦干 唯求报答皇恩 也的确受到过皇帝的宠信 而被委以重任 但在关键时刻又被皇帝当作替罪羊 而毫不吝惜地抛弃 当林则徐最后以老病之躯前往广西的时候 他一定明白自己的生命行将结束 但是他也明白 只有这样死去 才能完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臣子使命 为自己的人生画上完整的句号 如果这期视频大家有所收获和启发的话 请记得给我们一键三流